妈 姨娘 嫂子 妈 昨天我和燕西回来趟娘家 世界也没向你通报一下 我正来跟你请罪了 你母亲她好吗 她挺好的 回去回了 咱们家的规矩 可能你还不太清楚吧 想做什么 要明说 不要遮遮掩掩的 我知道了吗 今天当个各房的面 我再重申一遍 凡逢年过节 旅券外出 必须报少访批准 为者 叫重罚 那昨天晚上的事 念千秋出饭 而且是和老妻同行的 下不为例吧 妈 您是不是忒偏心了 同事儿媳妇 为什么她亲上哪个 放了家规 您不处罚 往后 我们也来得处罚 您是不是也怕生疼人呢 妈 既然我违背了家规 你要是不处罚我 恐怕众目难平 我甘愿受罚 妈 我们家的规矩 是不是应该改良改良 为什么女娟出去就要受罚 男人出去吃喝嫖赌 就理所当然了 在西方国家都挺难得那么紧的 女性优先 就是啊 你也得要人 起来起来 这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否则每个人都依着自尽性 还不全都乱套 我的话还怎么改啊 就是改 你用不着你来告诉我 怎么了 怎么了 小左儿 跟猪八戒了 你跟我闹了 是谁如此大胆 担忍我们家七上的生机啊 我当时问问你 三嫂干嘛走过不过去 这都没有什么过节啊 过节 谈不上过节了 大不了 看母亲对你太好 嫉妒罢了 不过那么简单吧 哎呀 行了行了 别想这么多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玩 不去 别又违反了你家家规 什么家规不家规的 走 带你出去散心 啊 你干嘛 你还是跟我说一说 三嫂是不是跟我主意误坏啊 是吗 我怎么没发现啊 她是不是有个表妹 叫什么秀珠 嗯 你愿意误坏 跟那有什么关系 谁跟你说这些的 你没管谁说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吃醋了 我还没说什么呢 你就说我吃醋了 所以你是你心怀股胎吧 我经验鞋这个人做事 向来是光明正大呢 这你看见了 再说 过年的时候 说这句话 多不合适宜啊 所以 我决定了 带你去一个 非常好玩的地方玩 诶 你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儿化妆化得奇形怪状的 而且都在人家里瞎闹 现在就不说人家不尊重他了 我的傻瓜 小心点说 连听见了会消化你呢 来 过去一下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用介绍了啊 坐 各位好 这位是孙少奶奶吧 秋小姐 七爷很久不到这儿来了 今天来 大概是为了化妆舞会吧 不知七爷化了什么妆 啊 我们今天来是看热闹的 跟你跳舞来 你这样好像是你太太不让你跳舞一样 是不是呀 七少奶奶 是 我们的七爷原来可不是这样的 哎 既然是化妆舞会 就应该化妆来跳舞才有意思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啊 这很容易 我有几个朋友带了很多化妆的东西 如果七爷愿意 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下 小秋 既然是秋小姐让你去化妆 那你就去吧 你陪我去吗 我就不去了 去吧 我也不会跳 还是在这看你 那就麻烦二位照顾小青秋了 那就麻烦二位照顾小青秋了 来 恭喜你吧 青秋女士 你可真是好哭气啊 能找到我们七爷这么一位 这一位风流才子 谢谢 谢谢 嗯 谢谢 我们的小相约 在家族 呢 是的 你走这么快干嘛 地这么滑 当心别滑倒了 这没什么意思 我们回家吧 接下来啦 怎么能就这么匆匆地走呢 可能这好像是 你又跳舞了 已经不太习惯了 我明白了 大概是这里的女朋友 太多了 不能不应成 应成了又怕我不高兴 是不是 你别乱想 那不是这么何事 没关系 你爱怎么应成 这怎么应成 我可不可以管你了 这朋友真是很多 应成不是 不应成也不是 多麻烦呀 那还是在做一碗 你既然来了 等下跟我同学们就走吧 好了 如果你愿意多待会 我陪着你 好 你看 你对面那一漂亮的小姐是谁啊 她怎么不看着我呢 她遮着半张脸 你怎么知道是漂亮的小姐呢 先不管她漂亮不漂亮 我问她是谁 你干嘛不回答 在这儿不方便说 回去告诉我 有什么缘故 不过今天碰见了 我应该过去打个招 你一会儿再回来 光年好 姐 过年好啊 好久不见了 原来你们在这儿联会呢 说什么呢 真巧 我一个人来一会儿 帮你们三个 请 和你们聊吧 请 怎么了 见到你们朋友了 已经打个招呼了 走吧 谢谢上来 谢谢七少爷 谢谢上来 慢走 你这大爷脾气什么时候能改 我又做了什么事让你生气了 刚才你干嘛给他那么多赏钱啊 过年嘛 再加上 我实际上没有连钱了 平常也是给那么多吗 平时也可以少给点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这不是大爷脾气不是 这样那边少点 你干嘛给那么多啊 大年三十的那天 急着用情 到处去见 现在见到了 你就这么糊花 你还以为底下的人不知道你骑也穷啊 其实他们知道的 恐怕比我还详细吧 噓 你只不过是12到08了 等会儿 你不要命了 看这么快 七少爷 您不知道 大爷在家等着要车子了 今天晚上都就是睡不长了 小莲 你到底是去不去啊 人家可等着你 真是华里不及太经济 七少奶奶 您千万别为我着急 您说 我去了又怎么样呢 我去了 就带给他希望 可是接下来 就是更大的失望 那我不是害了他吗 究竟也不会太可憐了 那就 我很大 能锦组 我去走 觉得然后また再走 我去走 然后再到一下 但是特别有的 fällt 老弟,曾子长,怎么样?这几天很快活吧? 有什么好玩的? 别提了,这几天总是出乱子,尤其是钱昨天 我也对有所闻的 总理对这件事很不高兴,是吗? 次长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请凤居老弟过来商量的 因为总理有一封信给我 不能不请你看 曾子长,我原来是条约委员委员,又是参认上任职 虽非实职,但是一个月,倒也有六七百元 而且,所在别的地方也有兼差 要是照父亲的话,非实职人员可随时免去的话 这一起免起来,我一个月到哪里再去找这些钱呢? 这岂不糟透了 曾次长,可有回家父的信呢? 我说你老弟是怎么搞的?热着大祸了 唉,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气不过来商量的 要是照家父的话去办的话,我可无论 所以,无论如何,请曾次长帮个大祸 先不要对总长说,对总长说了 那可是不会客气的 总长也不能违背,总也不能成立 难道我就能不离婚吗? 话不能那么多,这事呢,先不通知总长 有劳次长,先亲自跟家父说一说 不,就说我公事办得很好,何必把我换了呢? 我想,家父不至于深究的 要是唐金子 不至于,总是不至于的 我也不能说,就拒绝老弟的要求 这个也只能说是,谋事在天 这么说,城市在天 我会急地去说的,要是不成的话 我再提你想法的 既然这样,咱就趁热打铁 这个时候,父亲正好在家 有劳次长,亲自对家父说一说 然后,晚上再来听信 为什么这么急? 哎呀,曾次长,你是不知道 我现在是公司交迫,能解决一项就是一项 那好吧,我马上去一趟 不过,我白天同马回不来 你,你晚上听我心儿吧 你,你晚上听我心儿吧 那是曾次长的车吧? 对,曾次长刚走 德海,你等我一下,换他衣服马上下来 好嘞 你爸也是为了把他掉开 甚至他一天到我们不着急啊 把电子也放在那边 怎么这么说话,失去工作 杀了那边,有一个案子需要他去办 既然爸爸妈妈已经决定了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我老是担心他老妈不敢 你说道老师还那种花花世界 他更没什么朋友 还不定闹什么乱子 这一层,你顾必多虑 我自有办法约着 既然爸爸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 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谢谢爸爸 那你就回去,给他收拾收拾东西吧 那好,那我先走了 嗯 你是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蹊跷呢 我知道,风局并不是这件外交案的主管 现在却让他去 也许是老母下对我的关照 也许还有别的意思都不好说 那,把话说开了不好吗 我听说,白九旗安地里和哪个国家的领事在接触呢 商量什么不清楚 你知道,现在主持国家的人 总要有点国外的背景支持 怎么可以 他背地里已经在冻着了 所以我在将计究计 风局去,也后 正好可以知晓你的事情 但愿能如你的愿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不买来托你 哪里呢 老弟,恭喜啦 事情不但给你这样过去了 而且还可以借这个机会 给你加冠进决呢 哈哈哈哈 这是事实啊 我怎么给你看你开心呢 来来来,快请坐 不单不受罚,还要加赏 这个人情讲得好啊 不知老兄,你用你是什么法子 其实啊,这个法子也不是我想的 像是你老弟的运气好啊 我还没有到府上去之前 总长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是上海立几间外交弹 要马上办 让我晚上去商议 我知道,不理要派几个人到上海去 就对总理说 不理所派的专业有你在内 而且呢,你对那家案很有研究 现在可不变坏人 总理先是不愿意 后来敬我再三的游说 总理啊,默认了 后来我跟总长有东西说 这件事啊,就算是办妥了 回来啦 怎么成为苦脸的 这是好事啊,还有什么疑问吗 你知道了 依我看啊,你应该去 要是不去啊,除非是傻子 这倒奇怪了 说一声要走 感觉有许的事情没办 可是仔细一想 也没有什么事情 你有什么事啊 无非是放心不下那位新衣奶呗 你放心去吧 你有一帮母群狗党的 他们会替你照顾好一切的 你骂我们就是的 但是连我的朋友也骂 做不是给你 你要是走了 是你妹妹姚姐的信用事 要不,我早就去拜会你的小公馆了 你这一走呢,我就把这事先割下 等你回来我再跟你算这笔账 干什么呢你 又想什么搜主意对付我呢 好了,我惹起你们 躲着你还不行吗 就看你躲也拱不掉 在哪里 你为什么每次来都会鬼祟祟的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你呀,也不用生我的气 这两天之内,我就要避开你了 什么,你要走 你要走就走呗 你以为我是三两岁的孩子 还怕你吓唬我 就算是吧 如果我不来吓唬你 你怎么会讨厌我呢 等等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父亲啊,让我去找他办一件事情 你去上海,那不是到了我的老家了吗 我跟你去 这怎么行 父亲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的 你何必跟他说呢 人不是鬼不觉的,不就不去了吗 不成不成,这种事情 无论如何保不了命 你要走就走吧 我早不知道会有什么一天 你会讨厌我,逆反我 早是今日 何必当初呢 好吧好吧 我回头啊,跟父亲再商量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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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希啊 叶希 你站好到处找你 这么老天儿,你能找出什么好笑 哎,进行 就是你你说话,刚才的照片片太不好 啊,怨我啊 啊,够了,我这老气,还有点事 好 小心点啊 别把这照片弄坏了 走 哎哟,大哥 瞧你什么事经不经啊 你 先到屋里说,走 走,走吧 老七,嗯 父亲昨天让我去上海一趟 哎呀,晚上那里呢 跟我闹了四五天便宜了 嗯,我这一走 我怕他有别的想法 嗯,你呢 找到宝珊去跟他解释解释 至于那边的费用呢 嗯 别给我提醒了 我自己还确认了 其他的方面我都可以帮帮忙 又不是要你替我带上 不过是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呢 嗯,给他些零用钱就是了 嗯,那能有多少 花不多少钱 要是你真的困难 你就去找宝珊 他呢,会帮你筹划筹划 不至于做什么 嗯,这很好说 但是你这一走 或万一和他两家人联系在一起 做出什么不体面的事 有我的社会地位 我可不会去干涉了 嗯,嗯 如果他真这样做的话 那天下没有不散的议席 当然,他也不会那样做 嗯,大哥 你这走是一定要走的 剩下的事情专给我来办就好了 嗯,我尽量维持到平安五十就好 那这样最好 嗯,我到上海以后呢 要是丑到盘子 我会画一笔到宝珊那里 嗯,只要相安无事 日前多好几个钱 倒是不在 嗯,剩下的事我来办就好了 好,那我就去收拾东西 嗯,你呢 事情就是这样 把它吃好就可以了 嗯,拜托了 小心点 今天晚上是奶正风把你给吹回来了 你还没睡呢 等你呢 爸爸已经派人来叫我你好几次了 你快去吧 有好事等着你呢 爸 妈 你这倒成了赛王师吗 我为是非福了 我的意思 是要沉浸一下你 并不是替你想这么出路 拼着你的上司 也都顾了我的老面子 极力敷衍你 我要是不答应 人家又不明白我的什么意思 我也 只好再试验一次你 看你的能力如何 这件事情 再考虑一下吧 做了几天外交官 就露出这种口头禅来 什么考虑考虑 你只管去做就是了 谁敢做办什么事 对什么事都要把握 好在又不是你一个人去 我都打电报确实就是了 我叫你来 并没有什么事 我早通知配方了 把他将你的行囊准备好 趁明到的通车你就走 我还有几件小事 交给你 顺便去办 来 我别问了 打杠我都写在四条上 至于详细办法 让你争夺去办 我要看看你的能力如何 这马上就走 是否太仓促了 有什么仓促的 你衙门里面有什么事情 家里面也没有什么事情 你所认为仓促的 无非是又怕耽误了你玩的事情 我就怕你因玩物事 所以让你这样快走 你父亲要你今天走 你就今天走 要你明天走就明天走 难道你还有什么大事吗 就是有 我给你办 是 是 还有一件事 就是 现在的案子千万不能出差错 你不能让别人看着你的失误 让别人来节奏 我明白 尤其不能乱讲话乱表态 还有白凶器的人 要可不外地加小心 嗯 嗯 好的 我明白了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好 恭喜 恭喜啊 刘如晴了 不是我说你 你真是有点吃里扒歪 老人家给我出这么一大难题 你不单不帮我 还把老人家给我下个命令 对我拦了起来 那我们现在 手忙脚乱 说走就走 哎 哎 这件事情啊 是有点不对 不过呢 你也得想想 我要是事前通知了你 你不要跑到小公馆里 要扔下多少爱家费呢 我只不过把命令押后了一会儿 就给你省了多少钱呢 你厉害 厉害 我厉害的招数还没使出来呢 这一张我虽然杀你的公旗不备 但是我知道 你就是到了上海 你也会托你一些朋友 去照应小公馆的 不过我告诉你 你最好别让我知道 你要让我知道了有人照应他 我非跟这人没完 你这就严过其实了 我知道今天走 又得着消息到现在 还不到一点钟 哎呀 这会儿功夫 你让我找谁去 这会儿功夫你是不能找谁啊 不过不等到了上海 这一路上你去得写信 给你那些朋友们 你看你自己都忍不住饿了 好好好 就算你猜中了 猜中了 现在时间不早了 不谈这些 你把东西让我看看 看看烂了什么没有 放心吧 你这东西啊 一件一件的 我全都给你收拾好了 其实啊 张力正正经经的做事 我是一定可以好好伺候你的 总算你办事还得力 哎呦 乖儿子啊 要不要听听 哎 你说这是个儿子呢 还是个闺女啊 讨厌 不用你管 不过 你到了上海 给我买什么好东西啊 哎呀 当然要买了 只是多少还不能确定 要看我手边经济情况如何 但是我手里不带宽裕 也许要从家里再拿点 什么 你还要从家里拿钱 照你这么做事 家里多少钱够得回的 您瞧 我又说错话了 您都包涵 我这就走 您都包涵啊 都包涵 大哥 到了上海 您一定要注意眼睛 不要得了红眼病啊 哦 上海最近在流行红眼病吗 你不能说吧 先好是离去 更回了防战 要是他去的话 你肯定会得上这种病的 好了好了 您都回来吧 我们走了 你路上小心啊 好 你都等你啊 上海那种地方 可不是乱门的 上了拆白党的当 花点钱是想事儿 弄出乱子 可不好收拾啊 这种事儿还用你教我吗 难道我还能上了别人的鲜蜓跳吗 航子也不许去 你要是帮你本家家里回来 我可不许你进我的房啊 帮我把这个人拿着 帮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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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希 隔壁那几个你认识吗 认识一两位 其中有一位是非常显贵的人物 哦 你要打什么主意呢 我虽然不像你想的那么正经 但也不是见了什么女子就打她念叨 再说了 隔壁一车厢人 我就是再大了胆子 我能怎么样 没话说了吧 带哥 你走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事叫他我去拜啊 哦 现在想不起什么了 哦 有什么事都上来 再给你写信 嗯 好 上去 试试 去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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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爹 闹什么闹 尤识 不客气 不客气 你看看这些人 真是太讨厌了 你也送人吗 是啊 你要去哪儿 我送你 請你去看 你去看 你喜欢这个吗 你看这个 这个多少钱呢 这30块钱 给你 你不需要多少钱 你不需要一个吗 我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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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需要你的钱 我需要您的钱 现在你已经是个家庭了 未来我会给你多钱 我看你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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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什么人改变 我送你回家吧 我不回家 待会我会去过几个朋友 我现在时间还早 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 好不好 好不好吗 好 我请你吃吧 你怎么这么客气 我认识你不都一样吗 邓主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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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女女 不是 我是女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有所改变的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仍然是改变不了的 你什么呢 我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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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一个人吗 为什么你会有一个人吗 你说呢 你会有一个人的房间吗 在 我 在自己的房间 还是在厨房 好像是在厨房 这有什么关系吗 最后一边就在厨房 就是 不懂啊 谢谢 and 接受 这叫 那我马上就在家吗 大小姐在 我给你冩点 不,不用,不用 谢谢,您到来来以后千万别客气 有什么事您禁止吩咐 我一定会您下楼 不,出发了,您稍等 且,来课吧 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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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数,来了 坐 这次来有什么好事情要告诉我 不是 不是 我是二人 不是一个最不可能 不是一个所谓人 是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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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现在还不擅有 我不是一人 因为我对我和你都知道 你也不可反对 但是我都没有告诉我 我一直在他 但是我们还很想 我认识你会不会太好了 我认识你很不错 我认识你会不会太大 好,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你会不会太大 你先走回来,你会不会太大 酷头,你会吃这个菜 这个菜似ui的味道是像是牛肉,好吃 吃了 你吃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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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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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不想要 有些事,就别再次认识了 我说出来,你不明白了 哦,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我认识了 有些心识的,特别注意我每日 难道,她是想到我们的安静吗 可是不是 现在她是想到我 现在我现在可以说她的事 不过,这个心识的 还真是个漂亮的 这孩子还想到呢 为什么现在就想到我 对于宣哥 护养公音 有什么不可以 但的是 护养公危 学的胜 一前 到底 verify 我正在买的 我才会讨论 我和学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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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都会说 我真的会讨论 学生议 我和学生议 我现在都会分析 她还在买家 她是个大学生 你一人 我都是一人 她可能会不太好 她可能会不太好 但我只会 她后应该是不太好 她未必 如果我又会讨论 但是 但是,在大家的小姐,不太合適